好 各位觀眾取代你來關心 中國漁船吩咐事件持續延燒 而實際上呢 中方跟我方進行數次的談判 最後是協商來破局 陸方人士在離開台灣之前 他就認為民進黨是沒有處理的誠意 甚至怒嗆呢 民進黨後果要賜付 對此退伏位主委馮世寬 今天上午來到立法院被許 太針對三無船爭議做出回應 馬上來聽 我原來對這個叫做三無這個漁船 我都不懂什麼叫三無 還有沒有國籍沒有什麼船號 還沒有什麼叫做三無 那這就表示這個就沒有一個正當的 漁船有漁船的規定嘛 比如說你國籍的登記啦 地區的登記啦 至少漁船也有一個名字的號碼嘛 是不是 這是我最近才發現 我還問人家什麼叫三無漁船 這些漁船是做正當的事情嗎 是不是 我們好好一個人家都走在路上 需要把臉蒙起來嗎 像那個這個大盜一樣的嗎 我覺得我們執法還是應該要要的 其他的我想海巡署會妥善處理 好不好 大家關切應該到一個停損點 就不要再去關切這些事情 讓這個事情冷淡 自然雙方就更能夠和平的 心平氣和地坐下來來檢討 到底這那麼近的距離 大家都要捕魚 這個海獄也沒有像游泳池一樣 比賽的時候都有這個線嘛 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聽到 馮事官表示呢 他最近才對三無船的定義 比較了解一點 他認為之所以被定義成三無船 實際上他就反問說 這樣的漁船難道正當嗎 不過他說呢 希望整件事情呢 盡快來落幕 雙方應該把這個聚焦部分呢 持續的來減緩 這樣對方呢 才能夠真正的心平氣和坐下來談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